HELLO 各位,欢迎收看本周的MAX TV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马克思 其实本周的视频呢,有一点点的拖延啊 因为我现在,大家应该看到了吧 我背景有点不一样,我回到了我家,回家过年嘛 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那MAX在这里先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本周呢,又是一个开箱视频 我要开箱的这个东西呢,让我纠结了非常非常的久啊 那至于为什么要纠结这么久呢 那么我们等到开完箱,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我要这么纠结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马上开箱,看看我到底买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吧 Let's do it 现在呢,我就拿到这两个我从淘宝上面买来的东西 我们先开这个大一点的东西吧 没错,我的新的相机 来自Canon的US M6 网上很火的一款相机,有没有 我先把它拿开 不过可以看到,我购买的这个M6呢,它是机身而已 我买的是黑色的,我比较喜欢这种纯黑的东西吧 看上去比较酷一点 OK,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给拆开 它蛮厉害的,我撕完以后呢,它上面写着已开封 OK,这样已开封了,我们就把它打开 里面有它的Canon的接收明书 我们打开 里面还有,这是它的一个充电器 我们放一边 然后这个 就是Canon M6的机身 里面还有什么吗 还有一块电池 然后还有这个肩带 佳能很有代表性的 黑红的肩带 OK,那么这个箱子里面呢 就基本上没有东西了 对,已经空了 我们来拆开这个M6的包装 Woo 这个就是Canon M6的机身 纯黑色 抓上手还蛮轻的 然后 最主要它有什么东西呢 我很喜欢它这个向上翻转的一个显示器 你在拍一些Vlog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你可以这样看到自己嘛 对不对 OK,那么这个就是Canon M6的机身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拆这个 看看我到底买了一颗什么样的镜头吧 其实你在内地买东西的话呢 使用顺风来进行运输呢,还是比较保险一点的 贵重的东西基本上都用顺风啊 它不仅快,而且我觉得还蛮安全的运起来 你看,包的 它很夸张耶,我怎么打开 我怎么把它打开啊 看没有 它整个贴满 它捏的太好了,我抱力都不行 抱力都摆不动 我的天,它包的真的太好了 OK,我终于把它拿出来了 结果里面还有还有 我们就继续把它拆掉 非常感谢这个商家啊 真的很用心在包这个 这也太用心了吧 不过也是对啦 你买一个镜头还是蛮贵的 而且镜头这种东西你运起来还是 会担心它不小心把它摔碎嘛 是这种很精密的东西 还是比较 安全为主 OK,这个就拆出来了 镜头就已经拿出来了 我购买这支镜头呢 是使用M-mount这个接口的 11-22这个焦段的一颗镜头 算是超广角的一颗镜头嘛 它的光圈呢是从F4到F5.6 它是用STM这个来对焦的 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对焦的声音的 跟我的M-64一样 它上面有这个贴纸 你把它撕掉的话呢 它上面就会写着已开封 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说明书 没有个盖子 把镜头拿出来 OK,这颗就是镜头了 里面已经空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颗11-22的镜头把它拿出来 看到了吗 这个镜头还蛮不错的 质感很好 它是金属 对,是用金属做的一个镜头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扣扣 如果你要使用这颗镜头的话呢 你需要把这个小扣扣向上推一下 这样呢 就已经把这个镜头给解锁了 那么这颗呢 就是来自于Canon的11-22 光圈呢 是由F4到F5.6的一颗镜头 我觉得光圈F4有一点小 我有点担心它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呢 效果会不会太好 那么到时呢 我会详细的测试一下这颗镜头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颗镜头装在我的M6的机身上面 这个M6呢 是采用了 APS-C画幅的一个传感器 镜头呢 已经装上了M6上面 我觉得还是不错 重量还可以 那么这台呢 就是我以后会用到的相机 来自Canon的M6 那么现在呢 我就帮大家做一个 初步的开机设置 看看这台M6的菜单 好不好用 那么现在呢 我们马上开机 开机键在这个地方 向上推一下 诶 有啦 我们先设置一下日期 3.50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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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设置就完成了 设定完成 这样我们可以用这个触摸屏来进行简单的一些对焦 Menu里面可以做很多的一些设置 对因为我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的台相机 我要设置的东西呢 我还是要再学习一下 图像的稳定器设置 我们点一下 这台相机呢 是有一个内置的防抖的 但是这个防抖呢 它不是光学防抖 它是一个算是数码防抖 它是通过运算 来把你晃动的一些部位呢 裁剪掉 这个会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可能在某些场合很陡的情况下呢 会有一些果冻的效应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不过有好过没有嘛 是不是 那么 那么我会在稍后的一些影片中呢 测试这台相机的 我觉得这个菜单呢 还是蛮好用的 然后上面几个波轮呢 这个是来调整你的曝光值的 你很多 这边呢 有很多不同的拍摄模式 我想我以后基本呢 会把它放在摄像的一个模式 基本上我就可以靠它呢 来进行一个全自动的一些摄像 跟N5相比啊 这个相机呢 它没有一个EVF 没有一个电子的取景器 被拿掉了 所以说整个相机呢 看上去就没有N5那么大 然后旁边 很重要哦 有一个3.5mm的麦克风接口 麦克风接口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户外收音的时候呢 如果有麦克风 比如说现在呢 我就是使用这个麦克风来进行收音的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吧 声音会比较红亮一点 基本上它是这个设置 它好使不使哦 它的翻转屏呢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它翻转屏 有没有 我现在是看不到我自己在干嘛 N5的那个翻转屏呢 它是往下翻的 往下翻呢 如果你装三脚架的话呢 就挡住了屏幕也翻不下去 所以我不是很懂啊 佳能为什麽要设计这麽蠢的一个翻转屏 OK 那现在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聊聊 为什麽要买这台Canon的M6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影片的话呢 没错 我是一直在使用Panasonic G7 那台相机呢 其实是一台非常非常好的一台相机啊 没有去到完美 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去到很完美 导致了我放弃了它 我把它卖掉了 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啊 就是对焦的问题 其实对于我来说啦 我对什么4K啊 或者说做一些漂亮的升格影片呢 没有太大的兴趣 其实我需要一台非常稳定可靠的机器哦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为什麽Panasonic G7不能胜任呢 松下这一系列的相机 它有一个通病哦 就是它的对焦系统的问题 我在使用Panasonic G7的时候呢 常常会碰到失焦 一旦你失焦了 它也不会自己找回来 它会一直糊下去 你的脸都是糊的 所以说我很多影片哦 就不得不把它删掉 因为根本不能用 如果你们是比较懂相机的话 你们一定会问我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台 而不选择Sony的A6500呢 没错啊 其实我本人也是非常纠结啊 我纠结了 到底是忍痛一下 直接上A6500呢 还是买这一台呢 但是通过一些对比啊 最后还是决定了买这台M6 其实最大的原因 就是预算的问题 A6500呢 现在在淘宝上面卖呢 大概是7000到 8000左右吧 只是机身就7000到8000了 如果再加上一颗超广角镜头的话呢 那颗镜头大概是4000多块钱 然后加起来就要1万多了 1万多人民币也很贵有没有 所以说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算了 没错A6500真的是一台非常好的相机啊 它不仅支援4K 还能拍到一些很漂亮的升格影片 就是所谓的慢动作啦 它还给你了几个lock的模式 让你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呢 调色调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但是呢 它有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把它排出的原因啊 就是它没有这个翻转的屏幕 因为有时候我在录影的时候 如果看不到我自己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在一直在想 一直在担心 我的相机有没有对焦对到我 所以说我不喜欢那种看不到自己的感觉 当然啦 你们也会说嘛 加一个外接的显示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真的很麻烦 所以说我最主要还是选择这个了 毕竟 还是有个这个非常好用的屏幕的嘛 其实打败我的 还是它的价格 它真的太贵了 如果你预算充足了 我建议你直接上6500 如果预算不足 但是想要拍一些日常的影片的话呢 这台非常适合你哦 AM6上市已经快一年了嘛 所以它的价格呢 现在算是比较白菜家 还蛮白菜的它价格 我在淘宝上面买的嘛 我也在影片下面呢放链接哦 你们可以点进去看 我从哪一家商店买的 当然啦 这个不是广告 我是经过一系列的对比了 最终发现了两家 一个是卖镜头的 一个是卖机身的 然后价格都还算不错 我也是第一次在他们家买这个机身 还有镜头的 所以说我试用一段时间 看看这个机器 应该没有问题吧 因为我买的是国行哦 就是行货 所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个价格呢是2800 2800多少吧 我把它放在这里 2800多 然后这个镜头呢是2200多 所以说总共加起来呢 也就差不多5000块钱的 人民币的样子 所以说这台相机的CP值 现在是非常的高啊 这是为什么这次我购买了 这台Canon的M6 其实这个相机市场哦 都各有利弊 你不可能找到一台 非常完美的相机 比如说这台M6 我要4K 它没有4K 我要升格 我要拍摄动作 它没有 它最多给你60fps 但是没有一台机器是完美的 我要选择相机的时候呢 也是根据我自身的需求 所选择的 对现阶段的我来说呢 我就要这台对焦比较好的 然后有防抖 有个超广角的镜头 价格也不会很过分 这个市场就只有这台 没有其他了 你能说出其他的吗 那么现在呢 我转换一下 用用这台相机 那我们切换一下 OK 那么现在呢 我就在用这个Canon的M6 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拍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设定呢 是用那个面部识别优先来拍摄的 所以说那现在是一个算全自动的状态 然后收音呢 是用机身自带的麦克风来进行收音的 然后机身防抖呢 就开为了普通 没有缺到增强 对 我现在是用一个 11的一个超广角端来进行拍摄的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超广角的镜头呢 很明显啊 你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出来 我后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很大的空间嘛 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这很方便 比如说你去拍一些VLOG的时候呢 你可以拍到更多的景色 对 如果我选用一个没有那么广的镜头呢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脸呢 会充满整一个屏幕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如果要拍VLOG的话呢 选用一个广的镜头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今天这个Canon的M6 开箱简单上手试完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相机还有什么疑问呢 如果大家最近想购买相机或者有些什么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告诉我哦 我会一一帮大家解答 关于这台相机的一些疑问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我会每周上传影片哦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按下面的小铃铛哦 记得点个赞 分享出去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See ya by bwd6